大家好 我是全球快递总经理刘金伟 这个全球快递是一家已经超过20年的公司了 不过在2015年的时候 台湾大车队并购了这家公司 成为台湾大车队集团100%的子公司 其实我们就从商务快递 然后走进了电商 然后走进了社区的技术物流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从双北 走到了全来30分钟的技术物流 提供到所有的家户里面的生活服务 所以在整个生活物流服务的里面 我们其实也合作了很多的自民厂商 包含像全联 包含像家乐府 包含像7-11 包含像屈城市 在餐饮的系统里面包含像响兵的集团 甚至像包含像可不可熟成 甚至集业家 日系的职业家 这些都是 未来在社区及时物流的这块服务里面 我想不只是一般我们讲的门市的外送而已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电商的这些客户 像所提到这些知名的电商客户 的快送服务再整合进来 那未来我们也会在台湾的800个的据点 会设立我们的围仓的这样的一个快递 把我们的整个轴服式的运输网络 能够建立起来 把爱玲围仓跟爱玲骑士整合起来 提供台湾另一种新的样态的 所谓社区生活服务的一个系统 那现阶段我们的整个全球爱玲骑士的服务的区域 已经涵盖到123个行政区 那我们服务的人口数大概是80% 不过到年底我们会将整个服务扩展到全台 希望能够达到人口数是达到90%以上 当然我们现阶段也在积极的建构我们的LAST的系统 一个物流的整合平台 希望未来能够在整个资讯系统上面 能够让数据的运用的能力更好 让数位服务的能力能够更强化 那在智能的运营上面也能够更提升 那当然在整合的这个运筹能力 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中小型的物流商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联盟体系下 能够更有效的运转 那当然在这个街边店的商家上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有一些整合的行销力 能够协助他们能够把生意做好 那当然在最后我们也会整合一个 所谓的金融的平台的部分 来协助他们金流的处理 我想让社区的民众 社区的商家 跟我们的爱玲骑士的这个团队 能够整合起来 提供社区更好的生活服务的一个情景 那所以全球 我们会努力的朝向 最后一礼的科技物流的一个新典范去迈进 会努力的将数据运用 看能够更智慧化 那结合已经既有的开放资料 还有我们自己的营运资料 跟跨集团的营运资料 能够把资料变成一个站立 能够把资料变成一个服务力 那把社区经济的这一块的随区服务做得更好 那当然更重要一件事情 透过数据 透过AI 透过资讯科技的导入 也能够让智慧物流能够实现 我想全球很努力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爱玲骑士能够更智慧 那让台湾的物流能够更科技 让你的生活能够更美好更便利 感谢观看